台湾 台湾 前进前进 生生保佑 这是台湾人民 全快点回心表明 这是台湾人民 应我成功秒的生 这是台湾人民 应我成功秒的生 邀请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副秘书长 仁德法师为我们致辞 所有参与的智慧长 法师 讲师 以及功德基金会董事 大家阿弥陀佛 一年有世纪 我们能够见到最尊敬的师父 开了这么多的时间 要来解疑试祸 我们再次感恩师父的慈悲 早上一进山门 看到大殿 就有写着划船载道 一看一个大脸盆 三只乌龟在那爬来爬去 一直都纳闷 为什么在最重要的我们的大殿前面 这个一定有什么意义 终于揭晓了 师父今日这么详尽的 这么精彩的讲道道的缘起 所以我也很感恩 谢谢师父一个大智责 可以领悟到 可以闡事到 让我们心中充满着感恩 以幸福 也恭喜各位 大家都是 从很老的四五百年前 就跟随着 我们开台主持 郑成功先生到台湾来 设身会转变 但是我们的灵魂 永远是一样的 永远存在的 所以我很谢谢 各位在座的支会长 你秉持着我们的天命 带着你原来的支会 也愿意到台湾来 弘华立身 所以恭喜支会 大家都是大菩萨 老菩萨 恭喜支会 因为当个支会长 要这么全心全意 永不退道 一直精进 来默默地来做 这是也是大家的天命 因为你是一个非常有修 累次来的才有办法 坚持你这种信心力量 来为本周门来传法说道 来广结善言 服务众生 这是多么的不容易啊 因为师父 40年以后 才来告诉我们说 原来台湾宝岛 就是一个大宝岛 有个大能量的地方 所以我相信 以后很多讲师会带着同学 去和湾山来充电 对不对 圣贤的点破 我们就感受到 它的伟大 以及台湾的重要 所以是可以说 世界和平的原点 就在我们维新圣教 来进行了 所以之外 每个工作 每个人的 可以说都非常的重要 也非常的殊胜 因为我们新方主任 远道的到英国去 这是非常辛苦 不容易 它带了这么多的华宝 要来广结三年 其实现在西方国家 对于我们中华文化 我们的疫情风水 非常的 可以说 着迷的要追求 可以说 也应验了给它 西方国家 对我们的认知 我相信他们到英国去 一定大受欢迎 但是也是非常的辛苦 因为大的工作 传播的国际的工作 由新方主任 一个底位 我们的台长 几位同修来帮忙 那我们在台湾 也是一样 一步一脚印 把我们所学所知 能够广传 给我们周遭的好朋友 我们周遭的 所有能够需要 帮助的同修 这也是一样 一起同工 都是一样的伟大 一样的了不起 我在这 深深的感动 因为看着很多同修 这样在服务 所有的会友 会友来 可以说来解决 一些困难问题 又现在 又师父 有一年 设计给我们 解仪试货 这是增加我们的能量 也增加了我们的信心 我们大家要很感动 也感动自己 也感动师父 给我们这个平台 那刚刚我们事已在讲到 就是说我们即将要开会 就是解仪开始的时候 有几位 就是寝师的同修 以及钟鼓声 我想每一个动作 每一个举动 都是带给每个人心中 有不同的感受 早上呢 钟鼓声啊 尤其敲钟的这位同修 他敲的三十六钟 七十二鼓 配合得那么好 每个钟声 让我心中充满着 觉得很温馨 很感动 因为我们每个 每天啊 各道场都有在请师 很多的钟声呢 敲得不很一致 那今天的这个 敲钟的同修是哪一位 请站起来给大家看一下 我出来一下 敲得非常好 每一个声音 三十六钟每个都很到位 我想这是一个有用心在学修 有用心在生活 现在包括我们的请师同修 都是心火相传 大家都是可以说 还很新的人 来学习 都是这么的到位 这也是我们维新圣教 这个法卖相传的优点 每个人都会胜任愉快 这也是像我们这样 华华相传 卖卖相传 让我们维新圣教会更壮硕 更壮硕 更涌传 这也是最感恩的 就是我们的教旨 与我们宗旨 天人合一来传授 我们深深的感动 与感恩 谢谢我们的教旨跟宗旨 也很谢谢支会 我们的支会长同修 大家愿意付出你的时间 来聆听 来接受师父的加持 师父给我们的鼓励 希望我们每一季都有很多人来参加 我也更期待说 我们好多的老的住持法师 能够也通知他们来一起参加 一起感受这个氛围 我相信说 每个支会长都是本着自己的诚心 毅力来做服务的工作 如果支持能够多关怀 能够多鼓励 我想力量会更大 所以也请主办的 我们本部 通知几个到场的老住持 一起来参与 师父这么辛苦 不辞辛劳的为大家来解一世 或希望住持也能够多多来参加 现在更了不起的就是后期之秀 现在的丽莹讲师 也邀请来了 我们的还有 这一次在高雄 高雄的师父那边的开市 有严谨前讲师 可以说非常的用心 表现非常好 很难得 我们大家给他大大的掌声 这也是我们中文的书胜 后期之秀很多 师父 你的辛苦 也可以 要很欢喜心 说后面来了同修 会更努力 更用心 这是我们可以说 我们维新圣教的展望 就是将来会更好 大家会更进步 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感谢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副秘书长 缘德法师致辞勉励 请大家再次热烈掌声 我们接下来邀请 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副秘书长 也是维新圣教 易经大学校长 缘艺法师致辞 首先我们礼敬师父 以及在座的所有董事 法师 讲师 大家好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刚才我们听到了师父 对这个法船载道 对这个法船载道的开示 这是非常珍贵的 我在这里跟随叔父这么久 叔父在这一次 对法船载道 开示的非常的清楚 也因为这样子的开示 让我们每一位智会长 你要充满喜悦 充满感恩 刚才我就 为智会长 你来参加 这一次的讲席 吉凶如何 老祖师尊 试给我一个卦 叫做 轰 天 天风垢 天风垢 天风垢这个卦 四遥是父母遥 十四 现在是五月 正旺 应遥也是 五火 阿来生 天风垢 天风垢 苏乎的开示 就是他乡 欲游 也就是我们 从好几千年来 一直走下来 来到这里 相会 我们跟同修相会 我们跟老祖相会 我们跟所有的 活物诈在这里相会 他乡欲游 四遥是父母遥 代表智慧 今天来参加这个讲席 你会得到很多的智慧 这是非常难得 师父常常跟我们开示 你每次上课 都要珍惜上课的机会 代表什么 代表着 你来上课 你来接话 你就会得到智慧 智慧 是人一生最珍贵的 有智慧 有智慧才会离开烦恼 有智慧才能够平安 有智慧你才能够有才 有智慧你才能够幸福 你想要的一切 只有从智慧 才可以得到其他都没有 所以 师父 很简单的一句话 让我们 能够深深地来省事 我又在你这个挂 我说 当智慧长吉凶 这个挂又出来了 那就是 红天小条 动第三条 这个挂一看 我就大为赞叹 因为 师条是父母 动三条七才 化七才 因为现在是五月 今天是亥日 亥日又来冲动 武窑的子孙暗洞 子孙无火暗洞 又来生 动窑的七才 所以这个七才 退而不对 才真的化财 来克除你的怀恼 所以 你当智慧长 你要继续做好了 你千万不要说 啊 这这么辛苦 做这个也没什么利益 都没薪 还要夭壮 都要去给他们修 我告诉你 你得到的五行的法益 是你没有办法去估算的 你带来的平安 带来喜悦 是你没有办法去评估的 所以说这只卦 老鼠书孙 我这两只卦 都亲自恭请 我们的 维新圣教的教主 输这个 书圣的卦给我 我非常的感恩 在这里鼓励 所有的智慧长 每次 解疑 你要到 因为 你会得到智慧 而且 我过要望 就是代表 你有 有贵啦 有贵 你来上课 你会有贵 有贵气 他能够解除烦恼 能够增加智慧 这是何等的可贵 在这里 祝福每位智慧长 继续努力 我们珍惜 每一次来这里 参加讲习的机会 阿弥陀佛 感谢义京大学校长 袁毅法师的致辞勉励 接下来我们邀请 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董事 林国宜董事 请上台致辞 请大家掌声鼓励 欢迎林董事 我们功德基金会的 秘书长 袁道法师 副秘书长 袁德法师 副秘书长 女士 义京大学校长 袁毅法师 袁勋董事 各位法师 讲师 各位智慧长 各位闲事同修 大家早安 阿弥陀佛 我每次来参加 这样一个聚会 这样一个会议 我就能够感受到 我们校长 袁毅法师 他是我们中门的名嘴 他的讲话 有震撼力 也有煽动力 但是是真实的 真实性的 但是这也煽动的 到对岸 可能就要小心了 被关注了 今天 和各位一样 带着欢喜 期待的心 来接受 老祖师尊的 加持 灌顶 以及 接受 宗祖上魂下缘 禅师 师父的 智慧 妙法 心法 非常的感恩 非常的珍惜 各位 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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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灵友天命 有天命 就有平台 有平台 就能够 度有缘的人 师父 慈悲的念头 一个平安 一个好 家家平安 家家好 师父曾经开示 我们 周遭 前后 左右 上下 都是 我们的 亲朋好友 也就是 我们的六十四卦 所以 师父才 开始说 我们必须 每个人 要度六十四个 有缘人 因为 每一个人都有 命挂 今天 刚才师父 有讲到 现在这个社会 也是 有点的混乱 当今 社会 真的是 错综 复杂 不确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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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一个时代 困扰着我们的社会 使很多人的心灵 不能够安定 不能够安心 不能够心安 有学者 曾经 形容 这是一个 迷失的时代 有许多人 感受到 人生 茫茫 心灵缺少 指引的方向 这也是一个 错乱的时代 众说 纷纭的 价值观 五光石色的 都市生活里 人们 似乎 再也找不到 从前的 宁静 与单纯 这更是一个 自由竞争 追求成功的时代 而追求成功的同时 有很多人 而来感受到 压力 越来越沉重 脚步 越来越蹒跚 而眼中 成功的界限 也越来越模糊了 各位 闲市董修 你们 我们是不是有感受到 这 又是一个 多么 不确定的时代 不能够确定 心灵的方向 不能够确定 价值观的对错 不能确定 是非善恶 公理正义 还好 有像 在座的各位 这样 能够愿意 真诚地 站在 历史舞台的中央 做一些 拨开迷雾 解脱自在 帮人消灾解恶 既是旧人 历人历天 异昌生的 正能量建设的工作 有这样的功德天 不值得大家赞叹吗 谢谢 我们感恩师父 非常感恩师父 我们维新圣教 有三宝 大家都知道 历经 风水 和宗教 而宗教最大的目的 是帮助他 帮助别人 不是恋财 我们用 风水 来帮助 众生解除 困难 我们用 异经 来与 众生结缘 师父曾经 开示 异经 是我们 心灵 改革的 妙法 异经是 我们心灵 提升的灯塔 异经也是 社会 祥和的 灵灯 也是 国家 安定 富强的 博弱法门 异经 更是 人与人之间 人与 万物之间 调和的 妙药 在 事业上的 发展 家庭的 经营 都是 一条 光明的路 一位导师 一位老师 知会长 的地方 也就是 道场 也就是 新庙 上面 有 老祖 有师父 帮我们 护照着 新庙 工德会 分导师 道场 师会 长 都是 一个 很好 与人 结缘的 一条 光明的 路 所以说 这里面 我们也可以 结缘很多 每次来的 多生 父母 多生 亲友 多生 道友 师父 的大愿 是天下 太平 也是 老祖的 本愿 期待 由 我们 前世同修 由 知会长 个人 本身 培养 荷叶的 新 开始 进 而 家庭的 和 顺 社会的 和 境 进而 国家的 和谐 国与国 和谐了 我想 天下 太平的 本愿 要达成 是指日 可待的 祝福 宗主 师父 法体 健康 无量寿 祝福 在座的 每位 玄师 同修 福 会增长 和 家平安 身体健康 无量寿 祝福 各位 感谢大家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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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 林国 以董事 您的 祝福 以及 勉励 我们接续 邀请 维新圣教 功德基金会 董事 张家芳 董事 为大家 致辞 掌声欢迎 敬爱的老祖师尊 师父 以及我们今天所有参加智慧场演习的法师 所有的智慧场 大家阿弥陀佛 我是原芳 今天站上来还蛮紧张的 其实在昨天之前呢 我们智慧场的秘书呢 梅华师姐就告诉我说 诶 董事 你要来跟大家交流一下 我说很紧张耶 其实在这几次跟我们参加智慧场会议的时候非常开心 可以听到很多智慧场你们所提出来的问题 跟我平常露营的时候都不一样耶 平常露营的时候 法师 讲师 我们的同修 讲出很多正道的案例 跟实际跟智慧场接触之后呢 诶 问题百百种耶 这些问题百百种 都来请示我们的老祖师尊 请示我们的师父 上礼拜呢 电视台出现有一个很有趣的事情 跟大家分享一下 微信电视台有一个节目叫全民健康保健 请问大家知道吗 知道 我们都请各大医院的医师来到节目当中 跟大家做健康保健的分享 那最近新合作了一间某大知名中部的医院 原本在录影的时候 他对我们的电视台不太了解 然后上了网路查询 原来微信电视台是混元禅师 是我们的国师 他非常的开心 然后到录影的当天 他不是来录影 他是来追星的 这件事情跟师父报告 师父笑得很开心 那位医师 几位主任呢 来到电视台 就直接问说 请问师父今天在吗 我们是来追星的 录影 我们慢慢排 没有关系 这是台湾的病 演无成功妙的生 日间由社群媒体 借由微信电视台 师父想要传达给大家的 不只是一经风水宗教 还有健康 在最近我们到了和欢山 前天到了和欢山 很高兴师父带着我们博士班的同修 一起上去户外教学 山上的海拔很高 师父身体很不舒服 心脏因为海拔的压力上面 其实他上去都没有睡 又加上那个蜿蜒的山路 师父在第一天户外教学的半夜 他告诉我 告诉君杰师兄 告诉美华师姐说 他有看到乌龟 有看见这个现象 这样的一个启示 就如同师父刚刚 跟我们开示的 那时候都傻傻的不懂 想说师父你怎么都不睡觉 半夜三点了 你都不睡 其实师父每天晚上都在摸眼 都在忙 都在办事情跟老祖师尊开会 他把一天的24小时 当作48小时再过 那我们呢 想要跟我们的智慧长 同修们来鼓励说 在这一次的诵经法会上呢 师父有在跟我们说 在6月6日之前 我们还有多少经要完成 大家知道吗 550步对不对 剩下一个月的时间 那师父很多时候的天机 都是淡淡地讲 但是我们要重重地听 那今天很高兴 可以来跟我们所有的指挥长 来一起交流 也很感恩老祖师尊 师父给我这个机会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希望我们大家要一起勇猛精进 达到诵经的目标 谢谢张家方董事 原方讲师 我们接下来邀请的是 维新圣教宜兰道场 住持原教法师 请原教法师致辞 这里欢迎 谢谢 老祖师尊 亲爱的师父 阿弥陀佛 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 秘书长 原道法师 副秘书长 原德法师 副秘书长 原义法师 跟义京大学校长 原义法师 还有我们董事 林国瑜董事 原邦董事 及在座的法师讲师 职位长 大家阿弥陀佛 我跟原方董事也是一样 昨天临时接到我们秋美华秘书来店 我说没有这个经验 上台来在这边跟大家来共同勉励 是真的很紧张 我昨天就赶快打电话问我们宜蘭道场资会长 第一名的 他会员最多的 之前有快两百多位 我就打电话问说 你实在你今天应该要来讲 你资会这么多 会员这么多 是不是来讲一下 你怎么来招这一些会员 因为他七十几岁 老菩萨 尼菩萨 他说我现在坐长途的车程比较不方便 不然以前他如果我们 建国室有什么活动他都会参加 我说不然你告诉我好了 你把你的秘密告诉我 要怎么来招募我们这些会员 他说没有 我说你是不是去老人家 去那边找 他说没有啦 不是 不是 他说他要先改变自己 他说刚开始他要接这个智慧长 入会之后 他都有看师傅的节目 他说听了师傅的节目 家里怎么摆设 以最简单的摆设来变更 然后使自己的生活来改变 后来邻居街坊 一看到说你怎么越来越好 你怎么现在结架很好 他就说对啊 我就是有看师傅的节目 我们微信圣教 微信电视台的节目 然后我还有看师傅 跟孙子和共同来研究 所以我把家的不如法的地方改变 然后他也有来读我们 益金大学课程 首先要改变的是什么 他们家的化问词 就是在他们家后面的中工 因为宜蘭一般都是偷偷去的 所以后面的化问词 就有可能在他们家后面 包在里面 他说他听了师傅说 你若是家的化问词 保留在我们家里面 尤其在后面是商智会 结果他如果说 你不是要搂去外面又没得到 那要怎么 就是 每三个月 至少三个月 抽一次发问词 要抽一遍 然后撞上没有要择 抽烟 他做了第一次之后 他那个孙女 本来都科技调查 他就越来越有信心 所以家里有时候会炒腦 电视放在火边 一些会动的东西 他都把它放到湖边 你知道龙洞才是平安的 虎洞就不平安 结果他就 好 最简单的 不用开心 自己的东西都把它刷一刷 家里就真的慢慢的平安 慢慢的 就没有在那些争吵的事情 在发生 所以邻居看了 就 纳宝 所以他就说 不然你来分我们工德会 一个月一百块而已 结果他如果家的 那个厅房里有一个立会 他就说 他的学员家全部都加入 他为什么 一口十倍的 有九位 有十位 我说 哇 你真的很好笑 而且他说 我不用去他们家收会会 他们直接都会送过来 因为这是什么 我们是维新生教公德基金会 这是赞助我们师傅 红华这类的基金 所以说 你虽然只有一点点的故事 但是你的功德是无限大 因为大家来疼死的 结果 然后改善自己的家里 得到平安 这是无量功德 所以 还有就是 现在很多考纪快到了 他也说他就跟这个有朋友的女儿 要考那个护理师的症照 之前考已经不是很好的 分数不是很好 他说今年再考 结果他就说 师傅开始这个 智慧大神奏 磨合波罗波罗蜜 他说你要投资进前 你就要念这个作语 然后向你旁边 不要的 不然会打扰你的 全部都请他离开 然后再送我们那个第八天宫 第八天宫 东北东 对不对 天网声明 文昌网 那就 那四句句 每天至少念五分钟十分钟 就能够请文昌君来加持 因为那个 他那个朋友的孙子这样疼 真的今年很顺利就考上 所以 因为孙子 他们的十五孙子 又考上 当然又多了很多会员 所以我们要来召 我们这个功德会员 以我们自己本身 本身来改变 变好之后 有方看 我们要召募我们的会员 来入我们的功德会 会落到顺遂 也很感谢师傅 来举办这个智慧长讲习 那我们都会做记录 师傅所开示的每一条 我们都会做记录 因为是坐油烂车来 所以我们回程 我们就会在游览车上面 我能够游讲真答 然后师傅开心 我们发问的问题 那我们在车上 也要举手 大家要争相举手 不要希望大家都有专心的 在聆听师傅的开示 真的都很开心 那所以希望大家珍惜 每一次师傅 为我们所举办的 一些智慧长讲习 那请大家 大家都能够来参加 共享盛举 可以带着满满的智慧回去 来服务我们的会员 在此最后祝福大家 福费增长 和家平安 世界顺遂 感谢宜兰造厂 助持元朝法师 继续我们邀请 益京大学荣誉董事 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 知会长 特优知会长 这个旗下也是有百位 会友以上 益京大学讲师 黄丽莹 黄讲师 欢迎 我们欢迎黄讲师 为我们致辞 老祖师尊 敬爱的师傅 还有我们功德基金会 秘书长 原道法师 护秘书长 原德法师 还有我们的校长 原艺法师 还有董事会的 讲师师兄 阿弥陀佛 还有我们敬爱的 各位法讲师 还有师会长 大家好 我为什么会站在这里 我要很感恩 我们功德基金会 我们的秘书 那个美华师姐 在星期四呢 我们在和欢山 他就突然跟我说 讲师你明天 那个我们六月十号 我们智慧长的讲习 要请你上台来分享 我就跟他说 我不知道要分享什么 你说 不然你是怎么做到 特优智慧长 诶 我疑问了一下 对齁 我是怎么做到的 我回去 我就做了一个梦 梦境告诉我 该如何做 我今天 就照我的梦境 给我的指示 你看到 上面这个 是不是甲午 平安混元和时的末宝 是不是写了什么 维新圣教 智慧长 红法礼生 来 大家看到了吗 这在什么时候 甲午年 那我住中门才几年 你知道吗 今年迈入十三年 所以呢 我如何 加入智慧长 这个姻缘 要从 我从初级班 老祖师尊 慈悲 还有我们的 缘合法师 慈悲 救了我公公 那 他 从不信 佛教 或是任何宗教 他最后呢 愿意送天德经 而且 他很有很有福报 为什么 因为他在 在从 生病到 往生 六年的期间呢 他 在最后 因为 事物 老祖 慈悲 唯一了 我们 维新 圣教 好 那 我今天的任务呢 是来分享 我如何从 加入智慧长 到 基优 智慧长 然后呢 再从 基优 智慧长 如何到 特优 智慧长 其实这个动力 你们都有 只是你们 忘记了 那 我比较幸运 因为我加入 智慧长的时候呢 我就问说 我们智慧长 要做什么事 然后 高雄大厂那时候的注重 我印象很深 是张国本讲师 现在已经生讲师了 他就告诉我 他就 家里的人说 朋友 请吃五十 他就一九月 一百块 再来报夕 我说 那很简单啊 我就回去 他就说一句 你要 交回 二十五个人 意思是说 叫我交 二十五个 那我想说 二十五个哦 二十五位 怎么交邀啊 好 智慧长们 请你们注意听哦 今天你们嘴角上扬 为什么要嘴角上扬 因为我发现说 我们嘴角上扬的时候啊 我们心会开 智慧来 然后我就开始列名单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三十二到二十五位 好 完成了以后呢 我就开始行动哦 行动的时候我怎么说 啊 不好意思 你们都扬我 我做人怎么 你做人很好啊 啊 不好意思 我现在入违心圣教 有一个 已经会了 就是一共一百块 大家来扶持好不好 大家那时候亲朋好友就说 好啦 妹妹你要做 我一百块给你嘛 对不对 大家都会做得到 相信在座的智慧长 亲朋好友 应该都已经入了什么 功德基金会 对不对 对了 请大家自己鼓掌 为你的亲友鼓掌 为你的朋友鼓掌 为什么 因为这掌势是给他们的 好 那我就很简单的 不到一个月 我就达到了二十五个人 跟我把功德款收齐 那我就很滑喜啦 接着呢 张国本讲师就跟我说 没有 过时要五十个 你们有意义到这样问题吧 对不对 我说为什么要五十个 一样的道理 他就跟我说 你不知道 我们师父 很注重我们智慧长 就是要我们走入家庭 让家家平安 我说 这样我不能做 然后他就说 好 那我们就请我们那时候 当时的元道跟元德法师 真的非常感恩他 他们两个老人家 就亲自到了高雄道场 把我们新加入的会议 智慧长 开个讲席 就是讨论 来 我从那里得到了法喜 各位智慧长 讲师们 准讲师们 看到我的手势了吗 有没有看到我的手势 来 当下呢 为了请示 我们的元德法师 我说 要不要交会完 因为我已经三十位左右了 我达不到五十位 他就教我一个方法 来 你现在 你在当中 你还是老人 看到那边有那位 那心不开嘛 尤其是在道场问世的 你就怎么样 我就做到一件事情 我奉茶 因为他在那边排队 要问世 然后呢 我就从中去观察他 接着呢 他在问世的当下 有时候是一两个小时 在那边等待 那我就利用那个空档 就会跟他聊天 知道他今天来的目的 对不对 然后等他去问世的时候呢 问完 我跟你讲 我们的 我那时候是岗山 道场跑得比较多 会湖内道场 元理法师就会说 这当中 上京 回去送经 我就听到这一句而已 我说我机会来了 为什么 因为接下来 没有人服务他 怎么送经 对不对 我就一定 法师我来 很主动 叫他怎么样念 然后怎么写 怎么填 我虽然花了一些时间 但是相对的 去念到我的口才 要不然我站在这里 我跟你讲 我其实 没有这么稳的 我可能 也没有这个勇气上来 为什么我今天敢上来 因为我发现说 我成长了 我可以把我的案例 跟你们大家分享 你们要克服 克服过了 就是你的 对不对 好 谢谢 谢谢你们的掌声 然后呢 诵经 开始 拜 然后呢 慢慢的 你会聊入到 他的内心世界 对不对 聊完以后呢 下一句 如果他 你就跟他说 不然 你扣在那里有100块 你扣在那里有100块 我是抓口袋 他就开始会这样子找 有呢 我妈妈你拿出来 麻烦你 一百块交给我 你有放心吗 他说 你一百块要做什么 来 我让你 从不安 到平安 然后我也可以去你们家 跟你 了解你的状况 以我们中文所学的 一经风水 还有 诵经 来改善你所需要的 甚至心灵方面的问题 我跟你说 我那时候非常非常忙 为什么 我是一个 很单纯的家庭主妇 我可能离不开我家的两三公里的话 你早上的菜漆 和阿波的菜漆 那我答应了这个人 这位信众的时候怎么办 我跟你们说 愿大力大 那我在烦恼的时候 突然就有一个师姐说 你今天有那里没用吗 我有呢 我要去带他们家 服务 信众他们家 不过我到不了 他就跟我说 你那车车 可以滴滴开 都不用倒退路 对不对 我说 你怎么知道我的心声 然后就因为这样子 我就把我的车子 我真的是不会倒退路的那种 开到他家 请他再开我的车 然后再到信众的家 你做得到吗 你做得到吗 如果你做得到 特优智会长 就是你的 我就是这样做 这样子服务多久 从30位服务到50位 所以我拿到了 我那时候不知道 是会搬 红化立身的这个墨宝 当时是不知道的 后来才知道说 原来红化立身 就是在做立他的事 好 这个事情你都知道了 怎么去做立他 接下来 原道法师 原德法师 是为了在家五年 要送一千万部的金 对不对 我告诉你 他们两个老人家 真的 马步停停 一直转 全省一直转 我看在心里 当时我就动起来了 我甚至跟电视台的节目 在录影 我跟电视台的那个节目 对着说 如果有南部的信众 南部的信众 如果他想送天德经 我愿意到他家去服务 教他怎么填写跟送经 远大 历大 考验一定来 我告诉你 真的有人会打电话来 请你去他家 教他什么 送经 我做到了 我当年 甲午年 我为了一千万部 我那时候只有五十几位的会友 你知道我们 送的金是超过十万部 是不是为这些会友 给他们鼓个掌 谢谢 我那时候很赞叹他们